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朗晴晴 怎么又是你啊 上次我就警告过你 不要在三更半夜穿成这个样子装神弄鬼的 怎么你还估计重演了是吧 告诉我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说 我就跟大嫂开个玩笑不行啊 开玩笑 你现在小小年纪还学会撒谎了是吧 你要觉得这样好玩的话 那我就把你头发剪了让你出不了门 月明 别这样 大哥 我是你亲妹妹 你怎么能为了这个女人来欺负我呢 我不是欺负你 我是告诉你 从今往后你要再跟海棠开这种玩笑 我就对你不客气 月明 月明 他就是个孩子 你别对他这么凶嘛 不会 我只是想警告他一下而已 希望他下次不要再这样吓唬你了 对了 你先坏你吧 我没事 好 药兰姐姐 月轩在生病的这段时间 一直是你在照顾他的吧 是 她的药都是我亲手熬的 而且夜里也是我起来几次 看看她的烧退了没有 真是辛苦你了 应该的 交给别人做我也不放心 药兰姐姐 不如我们当个朋友吧 以后月轩有什么动向 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要是你在外面遇到了什么困难 需要帮忙 你尽管找我 包在我身上 龙小姐既然不嫌弃 妙兰当然愿意做你的朋友 那又这么说定了 对了 这是我让我爹请了城里最好的郎中 给月轩开的中药 你帮我熬给她吧 好 交给我吧 好了 免兰姐姐 我自己走就行了 你不用送我了 龙小姐慢走 以后叫我莫话就行了 走了 今天输得不错 手艺也见长 谢谢娘夸奖 妙兰特别留心 向海棠学了些本事呢 看来你们相处得很不错 回娘的话 海棠为人和善 也乐意教我 她说万一日后自己离开了朗家 也好让我来接替她 好好替娘梳头 你是说 她还是想离开朗家 是 她说自己不是朗家的人 总有一天是要离开的 看来她还是不安分 心也在外面 时刻想走 其实也不能怪海棠 她在外面跑惯了 再加上 她多少对大少爷和月轩少爷 换婚的事心里埋怨 所以就想出出气吧 她怎么出气 娘您不知道啊 就是她让月轩冒着大雨 到护心岛踩什么莲子 才害得月轩病了 清清昨天气不过 却找海棠理论 却被大哥责骂了一顿 还差点动手打了清清 她昨天晚上 伤心地哭了一晚呢 真不像话 这个海棠 真得好好教训教训她 嫁到我们朗家 就要知道我们朗家的家法 是 还有 还有什么 昨天我看见海棠 弄了些什么醋啊草的 再往大哥脸上涂 什么 这是真的吗 妙兰怎敢在娘面前撒谎 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走 跟我去看一下 顾海棠 娘 太太 你在月轩脸上 涂什么呢 是这样的 我再问她 回太太话 这是海棠用植物自制的面膜 涂在她脸上 可以软化肌肤 对伤疤恢复起来是有好处的 是啊 娘 这东西呢叫芦荟 你跟我来 娘 娘 你是不是在娘面前 岁言岁语说了些什么 是娘一定要问的 我 海棠 你为什么要在月明脸上 涂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太太 这件事情我跟您解释过的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现在是朗家的大少奶奶 不是化妆女 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了 万一有毒的东西混在里面怎么办 月明的脸不是你的试验品 太太 我是真心想要治好月明的脸 那些东西是我亲手调配的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还有啊 还有 月明的脸当初请了多少名医大师 用了多少奇珍异宝 全都没用 凭你的三脚猫功夫 能医得好月明 太太 您不要瞧不起人 没听过没见过 并不代表不存在 我不尝试一下 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功呢 放肆 你这是在教训我 没有见过世面吗 海棠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那天 月明生日的时候 我见她一个人 伤心地站在水边 当时我就在想 能帮她做点什么 其实我治好她的脸 不也是帮到她了吗 你想去帮谁啊 她是你的丈夫 你嫁到我们朗家 就要想着相夫教子 你那三脚猫的手艺 怎么能医得好月明的脸 太太您怎么知道 海棠就一定治不好呢 海棠 做人呢 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月明的脸 不是来给你闹着玩的 我没有闹着玩 这件事情 我已经跟月明商量好了 是她允许的 大胆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婆婆 月明是我的儿子 她的脸治不治 是我说的算 出去 如果我能治好月明的脸呢 月明的脸是治不好的 你就别费心思了 如果我真的能治好月明的脸呢 那你就是朗家的大恩人 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 好 海棠别误他求 只求一封修书 原来你时时刻刻 都打算离开我们朗家 怪不得这么不安分 我告诉你 没人可以同我谈条件 在朗家 还轮不到你来跟我做交易 我好心劝你一句 安安分分做你的大少奶奶 收起你的野幸福 我的好脸色 也不是随随便便给的 以上呢 就是我对本次祭祀的安排 还要筹备 这一次 我特地请来了一位风水大师 大师对祭祀的过程 都做好了精心的安排 不过大师特别强调 只有让咱们昆阳城 这个胭脂行当家中的 所有男丁全数到场 才能够确保 我们这个行业的顺风顺水呀 不过 我听说了 朗家的大公子 一向是身居简出啊 我在这儿郑重地邀请朗大公子 也一块儿参加祭祀 也好为咱们昆阳城 做个表率吧 施老板 您是多虑了 朗兄对咱们商会 那向来是尽心竭力 况且 他家大公子又没什么见不得人之处 他怎么能不出席参加呢 那就好 那就好 没想到施济周要打月明的主意 都怪我 劝你别跟他争 要不然 祭祀的主事 也不会落到他的手中 一只乌鸦 有一只寄予屋顶悬挂的腊肉 他的口水是不会停止的 老爷有什么打算吗 岳明不出现 我会背上惹怒花神 萧败行业盛况的罪名 而岳明出现 打击的是朗家的生意和名誉 他是算准了这一点 叫我一句吗 老爷 名誉生意我全都不在乎 但是他要将矛头对准我们岳明 往他心握上戳 我绝不答应 看来这件事 我们没有退路了 只能迎难而上 随即迎命 什么 这不可能 我去找爹去 你别去了 今年的花神会跟爹没关系 主办人是施航路的老板施济周 在你生病的时候 这事已经定下来了 那也不行啊 你要是不想去 咱们就不去 我找谁家说去 他们为什么提这么无理的要求 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月轩 别冲动 你现在过去找人家的话 岂不是落了一个口实 哥 你要是不想去 就有不去的办法 为什么不去呢 岳明 全昆阳的男丁都要去参加 你有这个权利 也有这个业务去啊 但是 我这个样子可以代表朗家吗 恐怕花神见了 都会生气吧 花神是神 他怎么会以人的相貌去论长短呢 可是人会啊 他们都会嘲笑我 再说了 我自己也没什么信心 我理解你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困在一个地方 没有出去过 也不了解这个世界上 都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样子的 可是你记不记得 我跟你说过 你的脸 根本就没有那么可怕 你要试着打开这个面具 也打开你自己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 我真的可以吗 你可以的 相信我 交给我吧 不可能 也许岳明 没有我们想得那么脆弱 这十几年他也躲够了 虽然是危机 也未尝不是转机吗 十几周大费周章 给我们下了这么个套 他一定会有后招 难保倒是不会有大难堪 等着岳明 你平时不在意我也就算了 他可是你亲儿子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就是再不记 也不至于推自己的儿子出去 被人指指点点吗 那你赶紧想个办法 把这件事情应付过去 是 我可以说岳明 得了风寒不宜见人 甚至送他出城去 但是这样做好吗 岳明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你难道要他躲一辈子吗 为什么不借着这次机会 克服他的心魔呢 现在这是走不走得出去的问题吗 现在是往人家的陷阱里去呀 既然防不胜防 不如见招拆招 施济州苟且蜀背 我堂堂堂朗家何族为惧啊 你不怕我怕 岳明这么多年将自己困在房中 李生人都不愿意见 更黄沦至深人群之中 不可能 我不会让任何人用任何方法伤害我儿子 如果你非要这么做 就是想拆散这个家 我只是提出一种解决方法 至于做不做 我们还要和岳明商量 征询他的意见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 没有什么好商量 我看你简直不可理喻 反正我在你心里 从来不是温柔可人的人 我才不在意 够了 你们不要再吵了 岳明 我决定了 我去 岳明 娘 只要你们做我坚强的后盾 我就没什么可怕的 这样才是我朗四年的儿子 这阿文到现在还没回来吗 阿文说了 说是朋友家有事 他要去一趟 整天就职他吃喝玩乐的 花神盛会也没见他来帮我一次 整天一封漫不经心的样子 老爷 这事儿你可怪不了阿文 阿文跟我说了 其实好多次他都想帮你办点事 但是他一出手你就骂他 笨手笨脚的我能不骂他吗 老爷 有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阿文呢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有什么话你能不能好好跟他说 非得这样动不动就打他 就骂他吗 我是爹他是儿子 我不管他谁管他呀 我这管他也是为了他好嘛 你再怎么管 也不能像上次打得那么狠 吓得他好几天不敢回家 我 是打狠了点 行 等他回来 让他到书房来找我 一块泡泡茶聊聊天 疏通疏通父子情感吧 老爷今天心情特别好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 这好事儿 自然是落在心情好的人头上 这你就不必操这份闲心了 到底是活着性 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摄祭坛摆弹会罗四方针修 燃万盏花灯 共胜修斋 为民祈福 告于秦渠 奉行前客 医院拜 天地顺随其道 万物生生不息 百花盛放 争燕不绝 停 二院拜 花神赐已酒食 未已农丧 人丁兴旺 行业兴盛 供应充足 铲出风影 停 三院拜 三院拜 风调雨顺道路通达 阴帝昆阳足以辟祸躲栽 恩高丰厚足以伏击子孙万代 停 停 静下 慢 敬拜花神需潜心尽意 为何戴着面具 如此不共不敬 花神必会震怒 请摘下面具 法师 我们朗家今天祭拜花神 为了上好的胭脂 能不能麻烦法师 问一问花神他喜不喜欢 花神的喜好 其实你我等凡人能随意揣摩的吗 原来是这样 那戴着面具 祭拜花神 你怎么就知道花神会不高兴 你 秦朗家 还是遵行法师的要求吧 否则花神一旦震怒了 那可是 给咱们这个胭脂的行业 带来消亡衰败和灾难哪 老老爷 你可别连累了大家才是啊 实际咒 你不要逼人太深 不要逼人这么多 我你够逼人 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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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 不摘了 不摘不摘 不用了 你怎么连来我们啊 我们都摘了 你怎么摘了 你怎么摘啊 你怎么摘啊 还不摘 把面具摘了 不摘了 快摘了 快去摘了 谁在那的鞋啊 不摘里去啊 快去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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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月明 月明 我不信 这个配方的原配方 是宫廷美容秘方八百散 我又用了夕阳的蒸馏提纯法 重新提炼了一遍 现在这个脂粉 有遮瑕作用 而且因为成分天然 对皮肤没有任何刺激 海棠 没想到你这么有天赋 居然可以推陈出新 研发出这么神奇的东西来 只可惜 现在只能算是个半成品 半成品 就是不能持久 只能暂时遮住疤痕 真正的成品 可以完全与皮肤融合 看不出任何痕迹 还能活化肌肤 美容养颜 赶在我面前耍机灵 我倒要试试真讲 吧 被验至水粉都是�ate火 我的配方 大家看 她的脸 天明 过来 快两家快看看 看她的脸 不是 这是一个一个 就是一个 是一个 你两个最终的 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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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 是一个 全世界 这是一个 人呢 这么大个铺子 客人都跑到哪儿去了 掌柜的 老爷 自从花神祭祀后 别说来进货的商贩 这几天哪 就是本城的熟客都不来了 你看这 这么大个铺面 没人哪 别的店铺也是这个情况 这个 掌柜的 二位 里面请 二位 二位有什么事吗 这些珍珠粉 我们要退货 可小店本小力薄 这商品一旦出售完 加上又是图图某某的 胭脂香粉都不退的 不退 不退我可要告官府了 您看这个 这东西有什么用啊 若当真有用 你们朗家大少爷 不是现在那个样子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但凡是要来退货的 只要没有使用过 统统给他们了 老爷 不退货 就要停在这儿 谁都不许让 是 师父 能让我们一下吗 施老爷 能不能让我们一下 我们有急事 是 好 好 老老板 你还好吗 是 老板 这么巧啊 听说你最近的店 生意兴隆啊 托朗老板的福啊 祝朗里春也生意兴隆啊 生意兴隆 恐怕朗家的生意 从今往后 再也兴隆不起来喽 这怎么可能呢 朗里春是百年牌坊 怎么可能说垮就垮呢 百年牌坊 也顶不住有卑鄙小人 在身边使坏 哎 老老板 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 明明是你们朗家 在花神祭会上 不小心暴露了自家的秘密 才会让朗里春的生意 门可罗雀 生意清淡呢 这怎么能怪得了别人呢 施济周 你我的恩怨 如今已经伤及到我儿子 我不会罢休 如果你觉得这样 就可以扳倒 我朗家的百年基业吗 那也太不自量力了 和高手过招啊 是我的荣幸 施某人乐于奉陪呀 老老板 告辞了 等等 走 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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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别做傻事啊 月明 都是娘不好 娘不该让你露面的 娘 你也别太着急了 才刚消停今天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都怪那个顾海棠 自作聪明 还不是让我哥当众丢了船 月明 太太 老爷来了 哥 老爷 月明他怎么了 他将房门反锁了 月明 开门哪 你不开门 我叫全叔把门砸开 不要老爷 此目多败耳 月明 月明啊 爹对不起你 你是朗家的长子 你能去参加花神祭祀 我很欣慰 你终于可以放下这个心结 勇敢面对自己 面对别人 但是你将自己锁在屋子里面 不肯出来 你就是一个懦夫 就是昆阳城里 人人都取笑的那个怪物 姑娘你走出来 我会陪你站在昆阳城里面 我让他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朗四年的儿子 不是藏头藏尾的鼠辈 我朗四年的儿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他可以走出去又怎么样 又能改变什么 你想让月明像个玩偶一样 站在那里被别人指指点点吗 听那些难听的话 你想让月明忍受那些人鄙夷的目光 想看怪物一样看他 绝对不可以 我情愿他一辈子待在屋子里 只要他活着就好 够了 你真是慈母多败儿 月明是堂堂弃齿男儿 就因为脸上的一道八一躲再躲 要躲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我不管 谁也别想把月明带走 够了 齿青 送你娘回屋 全叔 太太 月明 好 难道你想一辈子都躲在这个屋子里面吗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 太太 大少奶奶过来了 大少奶奶过来了 好 太太 您找我 跪下 太太 请问海棠犯了什么错 是什么错 你让月明当众出丑 受尽了委屈 你还有脸说没有做错 我帮月明化妆 是为了帮她走出门 参加花神祭祀 请问这有什么错 月明受到的屈辱 全都是你造成的 你还说没错 妙兰 放开我 海棠 太太 海棠认为自己没有错 为何要动用这样的家法 请太太明示 嫁进了我们老家 还叫我太太 这就是错 你自作主张 令月明当众出丑 就是大错 嫁了人竟然还惦记着修书 就是错上加错 董家发 第一 我是被骗进来的 心不甘情不愿的家人 我为什么要改口 第二 我好心帮助月明 为什么要说我是故意伤害她 第三 是朗家无义 我之前要回我自己的自由 请问太太 这些都有什么错 长辈教训 竟敢不孤不敬 还不动手 太太 放开我 海棠不服 海棠犯了什么错 要动用这样的家法 我并没有错 哥 尽管你不愿意走出狼府 但这一次 你能选择去祭拜花神 我真的非你感到高兴 我知道 你心里有一百一千个不愿意 但是为了朗里春 为了这个家 你还是勇敢地去面对了一切 你还让海棠帮你化了妆 你的用心良苦 我懂 我用了怎么办呢 朗里春的百年基业 总不能毁在我的手上吧 哥 总之不管什么时候 你愿意走出去 我都会陪着你 就像咱们俩小时候一样 谁要敢取笑你 我就把她打得头破血流 不好了 不好了 大少爷 太太要对大少奶奶用家法 不好了 住手 闪开 快 海棠是为了我好 如果这样也要打的话 那我们朗家 岂不是成了是非不分之徒 他自作主张 让你当众摘下面具 让那施济周钻了空子 我打他是为了让他长个记性 让他学会量力而行 凡事不可强出头 妙兰等什么接着打 娘 不能打 娘 不能打 娘 是我 是我鼓励我哥去参加化身祭祀 是我没看我海棠 让他给我哥化了妆 我的错比海棠大 如果你心里有气 就罚我吧 月轩 好了好了 别打了 你们一个个 都是冲着我来的 月轩 快起来 没事吧 海棠 海棠 你没事吧 慢点 海棠 对不起啊 这不关你的事 这是因我而起的 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呢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不要再想了 我向你保证 从今往后 你一定不会再挨打了 对了 这个药呢 是我爹为了减轻 我脸上的痛苦 特地叫人从南洋 给我带回来的 药效特别好 我帮你擦擦吧 嗯 那个 要不 我去叫个下人来帮你擦药吧 你坐一会儿啊 不用了月明 好 你回命 岳萱 嫂子 你装装样子就好了 何必真打 平时的机灵劲都到哪儿去了 上哪儿了 疼不疼啊 没事 紧张摔摔打打的习惯了 不过 今天你们看到的 是实实在在的真打 但对于我来说 一点感觉都没有